说 东老啊 我这个馆子是按照您的意思 总算是开启 是 您给品鉴品鉴 菜就不说了 装修 家计 摆设 背一碗盘碟 都算讲究 不过 我总觉得您这馆子里 缺点什么 缺什么呀 您这中堂上啊 缺一个镇殿之宝物 宝物 什么宝物啊 缺的就是慈禧老佛爷 当年赏您爷爷的那只 发廊彩 掐丝 龙凤纹金碗 发廊彩 掐丝 龙凤纹金碗 我说 东老 您知道的还挺清楚 多新鲜哪 您也不看看我是干什么的 我这一辈子啊 就喜好研究跟吃有关的东西 当年慈禧老佛爷的寿宴 您爷爷献上了一瓶 清汤啤巴燕菜 老佛爷品尝之后大含月呀 不光下旨赏赐了御膳房的一百多位厨子 还特别把那只发廊彩 掐丝龙凤纹金碗赏给了您的爷爷 这件事啊 新闻行的严实里是有记载的 行里的老人都知道 我能不知道吗 如蜀家珍 佩服 佩服 钟老哥 咱们俩这么多年的交情了 我这到现在呀 还有一件事云里雾里的 您能不能 帮我这个黄土白了半截的人 搭搭一携解解货呀 您想为什么 尽管直说 我就不明白了 御膳房这么多名厨 三百多道精美的菜肴 都没要下赏来 您爷爷凭什么一碗 简简单单的清汤啤巴燕菜 能得来这么大一个彩头啊 这要是别人问哪 我绝不会告诉他 咱们俩这么多年的交情 您又为我们庄稼泰 出了那么多高招 是吧 既然您今天想问 我要是再不告诉您 那我庄为天 就不够举起了 知道吗 钟老哥 谢了 您 您 其实啊 说破了 简单至极 您就别卖关子了 快说吧 我都快急死了 我爷爷那道汤啊 没放言 没放言 这 这怎么说法啊 您想啊 老佛爷吃了三百多道菜 酸甜苦辣咸 尝了一个遍 那个时候 老佛爷 已经口味极重了 等到我爷爷这道 清汤啤啤燕菜 老佛爷喝下去 顿感清淡爽口 美味无比 所以啊 龙心大怨 也就是说 您爷爷这道清汤 把老佛爷之前尝的那 三百多道菜的所有口味 都中和到这碗汤中 浑为一体 把这次寿宴 盖了一个完美的盖 说白了 老佛爷吃了三百多道菜 厚着了 他可呀 当时你就是 给他上一碗白开水 他都会觉得鲜美无比 因为他解腻呀 绝 太绝了 这是什么呀 这就叫智慧 老佛爷 继承祖先的智慧和厨艺 把你们庄家菜开好 把你们家这点绝活 接着往下传下去 我会的 所以我才让您把这只金碗 请出来 堂堂正正地置于中堂之上 我也想啊 可是 发廊彩 掐丝龙凤纹金碗 他没了 张老哥 我知道你想什么呢 我送您一句话 请指教 时代不同了 卑躬舍影大可不必 小姑 你忙什么呢 忙什么改书稿呗 你别忙了别忙了 你看看这个 来来来 这什么呀 这是我精心为你准备的 这个是一个 交友网站的网址 你还要是 交什么友啊 忙着呢 你拿走 别别别别别别呀 这是我爷爷奶奶我爸 特意安排我 给你送过来的 你想想你这终身大事 那可是全家人都操碎了心啊 不用你们操心 那小姑 你这一天天 你不会是独身主义吧 你看我像吗 那你有那方面的形象 你牵揍是吧你这孩子 别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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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样给我点时间 我给你好好介绍一下 这网站 这个网站上面 上面的人非富即贵 那要么身价就上亿 要么就是一个企业的精英 不是一般人能当这会员 我也是费了好大劲 把你这副教授给加进去的 你这副教授给加进去的 那要么身价就上亿 而且实名制 保贞 他真不真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得 反 反正这就是我的任务 这是网址 注册号 密码 我全给你写这儿了 不是任务完成了 至于看不看 就是你的事 我走了啊 拜拜 赶紧走吧 万一你要真捞上一个 武克拉钻石 打钻剑 请我吃饭 这孩子 这什么呀这是 这么瘦 什么呀 五十 想找二十岁的 什么呀 这就是一凤凰男吗这是 舒服点吗 舒服点了 能不舒服吗 老婆子 以往啊 都是我这厨子伺候你这格格 今儿有幸 让你这格格 伺候一回我这厨子 看把你美的 能不美吗 打心眼里美 我刚才听你说 老董跟你说的那些话 我觉得有道理 你怎么没跟他说实话呢 老董的意思啊 我明白 老董 他是说我一招被蛇咬 十年怕警绳 没那个必要 时代不一样了 那种事情一曲无复返了 不会再发生的 你还怕什么 我怕 我是真怕 我是怕那个人 你是说的 可是这个人消失了这么久 到现在也咬无音信呢 我跟他之间的那个恩怨呢 就是因为咱祖传的那个金碗和菜谱 咬无音信 我怕的就是这咬无音信 哪天万一他要是再蹦出来咬我一口 我防不胜防啊 都四十多年过去了 会吧 别人也许不会 可他太要脸面 争强好胜 从来不服人 他心中的那个结要是不解开 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 这是何必呢 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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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人